知识分享 分享知识 Hi my dear frie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the lesson for spoken English today 今天呢咱们结合具体的例句来跟大家说一说哈 首先先看第一个啊 呃咱们这个第一个端语叫做Lowere the Boom Boom是什么东西呢 大家就知道这个是帆船对不对 帆船的这个啊 尾杆是竖着的对不对 尾杆上面还有横杆 这个横杆就叫做Boom 那么升翻的时候这样升起来啊 顺着风的时候 逆着风的时候怎么办呢 把这个尾杆给落下来 减少阻力 那么好 这个尾杆上面的这个横杆落下来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啊 一不留神啊 这个放绳的人手艺松 那个绳子一下出去了 然后那个杆重重的砸下来 然后造成事故呢 哎 有这种可能 所以说呢 被尾杆砸中了的话啊 这是什么呀 哎 对了 受到了重创 搞不好都得是重伤 甚至出人命的 哎 对了 所以说上这个东西呢 叫做严格的惩罚 Lowere the Boom 哎 这样的 好 咱们来看第一个例句 哎 She lowered the boom the student 哎 他严惩了这些学生 那么还有 为什么 Why can't the Lowere the Boom and these criminals 为什么他们不惩罚这些罪犯呢 好 接住这两个句子 跟大家说一说啊 就是怎么叫做所谓的 啊 练习下气息 其实呢 一定程度上来说呢 呃 还是有这个必要的 大家请注意 就是这个气息啊 包括这个说话的饱满程度啊 等等这些 不光是说是啊 英语播音专业的人 才去啊 学列啊 其实正常的 我们的一个普通的英语学习者 也是需要了解一下的 有些时候呢 我们说一句话的时候 无意之中会造成气短 比如说 She lowered the boom on the student She lowered the boom on the student 应该是什么呢 She lowered the boom on the student 哎 它是这样的 啊 把每个音的都发饱满的 那么怎么去练习这个呢 给大家一个建议 然后你吸足一口气 我们平时人吸气的时候呢 比较浅啊 什么叫比较浅 只是到胸腔这 顶多是这样 我们尝试一下 吸气的时候胸腔不鼓起来 怎么办呢 让它往下走 觉得肚子鼓起来了 然后双手掐腰啊 插着腰之后呢 你感觉到肚子在这 或者说是这样 用手扶着也可以 然后你用最慢的速度 说这些话 你看看能说多少遍 你感受这个肚子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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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一点小下去 这样 She lowered the boom on the student Why can't they lower the boom on these criminals She lowered the boom on the student Why can't they lower the boom on these criminals She lowered the boom on the student Why can't they lower the boom on these criminals 什么所谓的腹式呼吸不腹式呼吸 说白了 就是让肚子一圈圈圈圈圈圈 这样小下去 你就感受这个 慢慢慢慢你练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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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节就饱满了 是这样 好 那么这是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两个句子 接下来咱们再来再来看一些 Give somebody 或者是someone that works 什么意思 这些都是表示惩罚的 什么意思 就是给某个人什么 不同的工作 Works 是不是什么意思 List 这就表示折磨某人 然后 Throw away the key 什么意思 Throw away the key 把钥匙给扔了 这不是乱丢东西的意思 比如说你把一个人 啪关进牢房 锁上锁 看到没有 钥匙 给扔了 比如扔海里 这就是什么意思 把某人 关到 一辈子都关在牢里 也就是说是最严重的惩罚 然后Face the music 什么意思呢 面对这个音乐 什么意思 就是接受惩罚 这一般来说呢 就是说是在这个英国的军队里边 如果说要处决 或者说是严惩某一个士兵的时候 会怎么样 就是 这个有旁边的这个军乐手演奏音乐 然后在乐声之中 这个人接受惩罚 那么好了 那么将要去接受惩罚的这个士兵 是不是要去听音乐 要面对这个音乐 Face the music 这样的 来 咱们再尝试一下 用所谓的什么腹式呼吸的方式 咱们来练习一下这些 吸足一口气 觉得肚子鼓起来 有人呢 这个呼吸比较浅 只是在胸腔 你尝试一下 让气往下走 这个肚子鼓起来之后 Give someone the work Throw away the key Face the music Give someone the work Throw away the key Face the music Give someone the work Throw away the key Face the music 好 刚才我说一口气 读的这个是三遍 那么大家呢 可能刚一开始说 只说一遍的时候 你觉得 我这个肚子没下去啊 你没事 慢慢慢慢 说 把最后的一点点的气息 全用完 这时候你就能感觉到 这个肚子下去了 好 接下来 咱们再来 看这个 Go to the mat 什么意思啊 来到这个毯子上 mat 就这个东西 就摔跤运动的这个 这个场地 当然大家都知道了 谁要是被摔出这个场地了 那么就是他的失败 对不对 这叫做什么呀 想方设法 怎么会是想方设法的意思呢 那么大家都知道 既然说是我让你来到这个比赛场地 我就得想办法把你打出去 或者是把你的双肩摁到这个垫子上 这才能叫做我赢了 对不对 就是我为这个事再去努力 再去琢磨 再去等等等等这些 想方设法就这个意思 好 接下来咱们看看今天的主要的练习例句 This is the last time 这是最后一次了 I go to the mat for you 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想方设法 为你费这个劲 好 再来一个 I'm so thankful that he goes to the mat for my neighborhood 什么意思啊 我很感谢 为什么他为了我们的邻居之间的情谊 neighborhood来去想方设法 来去大费脑筋 那大家呢 如果想进入到我们的口语练习群之中 和我们一起操练的话 那么入群的方式呢 就是大家从屏幕上添加客服助教的微信 由他来去引导大家入训 好 接下来 好 咱们看这个cats paw cats paw 猫的爪子 猫爪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那个咖啡杯 猫爪咖啡杯不是 什么意思呢 是傀儡的意思 牺牲品的意思 为什么呢 说是 大家听过这样的一个预言故事啊 说这个猴子啊 这个坏心眼特多啊 鬼主意特多 火中取栗的成语大家都听过 对吧 火里边又好吃东西 刚烧熟了 又特别烫 怎么办呢 猴子知道那会烫熟 结果呢 他就利用了猫的好奇心理 好奇害死猫嘛 说哎 你看 那有好吃的 你给弄出来 你就能吃了 就是猫 一伸手 哎呀 烫了个正招 对不对 这叫什么 cats paw 替罪羊啊 傀儡啊 牺牲品啊 等等这些 好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I'm afraid that he is making a cat paw of you 我恐怕呀 he's making a cat paw of you a cat paw of you 什么意思啊 我恐怕 他就是把你当豪爽呢 拿你当炮灰呢 拿你当牺牲品呢 是这个意思 好 好接下来 she's actually a cat paw for her boyfriend poor girl 就是他实际上是他男朋友的一个牺牲品 或者说是利用他了 这样子 好 咱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啊 这些端语都是含有cat cats meow 什么意思啊 非常好 cats meow 什么意思呢 就是猫比较开心的满意的时候 你要给他弄个好吃的呀 什么的 他要是开心了 他就喵喵的叫 对不对 所以说是cats meow 当他发出猫的喵喵叫声 就表示非常好了 好 那么playcatted mouths playcatted mouths 什么意思呢 欲擒故障 就是玩猫和老鼠的游戏 猫很有意思啊 这个动物都有这个 就是狩猎的这样的一种本能 就是获取食物嘛 那么猫呢 把老鼠扔掉 扔掉之后老鼠跑 过去一爪子摁住 嘴里再叼起来 再放掉 再跑 这是什么 他狩猎本能的一种体现 其实人也有 人没有吗 也有 你比如说钓鱼 一下钓着鱼的时候 哎呀 这个鱼在里边翻腾 你感觉到鱼竿在颤 那一瞬间 你是非常兴奋的 钓鱼爱好者肯定都知道这一点 enough to make a cat laugh 足以让一只猫去发出笑声 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知道猫是一种非常高冷的动物 对不对 好了 那么你要是能让一只猫 去发出笑声 把它都能逗笑了的话 那说明这件事是极其可笑的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咱们把整个 今天所学的东西来去复习一下 Laurica Boone 什么意思啊 对了 严惩某人 Go to the mat 想方设法 You're managing to do something You're striving to do something You're trying your best to do something 是不是 然后 Cat's paw 什么意思啊 猫爪 牺牲品 好 各位 那我们今天的讲点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